第二章 蟋蟀 充满活力的音乐家 诗意的七菊 夏天在草丛里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美丽的小昆虫 那就是蟋蟀 它们像蝉一样被人们熟知 而且它们比蝉还要出名 如果单单因为蟋蟀会唱歌 还不足以表现它们的才能 更被人们称到的是 这种小昆虫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得非常棒 不由你不佩服它们 在自然界里 大部分的昆虫 都是选择一个临时的避难所 来保证自己不被风吹雨打 它们在外出途中 如果看到种意的地方 就在那里暂时居住下来 也不对居所进行修饰 只要能住就可以了 当它们隐蔽在洞穴里时 若是碰巧再抓到一两个猎物 它们就会感叹 生活真是太美好了 可蟋蟀不是这样 它们非常与众不同 当它们长大以后 就会建立自己稳固的小家 而且会为这个小家付出很多心血 因为有了固定的住所 蟋蟀待在里面 可以躲避凛冽的寒风 里面温暖而舒适 它们的日子会过得很惬意 这也充分说明 蟋蟀是一种聪明 而又远见的小昆虫 在选择建巢穴的地点时 蟋蟀从不把那些天然的隐蔽所当作首选 更不会因为偷懒 而选择那些现成的粗糙的洞穴 而是谨慎地选择那些适于排水 阳光充足而温暖的地方 然后耐心地挖掘 从大厅到卧室 每个地方都亲力亲为 从不利息自己的力气 在蟋蟀的住宅前 常会有茂盛的草遮住洞口 这是小家伙特意挑选的 这样洞口就会很隐蔽 不容易被发现 从这个洞口进去 里面大约有九寸深 宽度像人的手指 隧道根据地势的情况而定 或者弯曲或者垂直 住宅里有起居室 当然也有卧室 只要蟋蟀有功夫 就会对墙壁进行修整 隧道的最下面就是卧室 这里比较宽敞 当然修饰的会更加细致一些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住宅 十分干净也很干燥 住在里面的确挺不错的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 蟋蟀走出住宅 晒着太阳 吃点青草 再唱唱歌 小日子过得很幸福 像兔子一样 蟋蟀从不吃窝边的草 因为那些草是用来掩护出口的 你说它是不是很精明 虽然有了稳定的住宅 可蟋蟀在里面住得很谨慎 时刻注意着外面的风吹草动 当你走过去时 不管你的脚步多么轻 声音多么小 这个小东西都能感觉到你的到来 它马上警惕地做出反应 随时准备逃往更安全的地方 当你走到洞前 想抓住这个小东西时 它早就逃之夭夭了 宝宝的生活琐事 蟋蟀通常把卵 产在离地面不到一寸的土里 它把这些卵一群群地排列起来 大约有五六百个 这些卵孵化以后 就像一个灰白色的长瓶子 瓶顶上有一个很整齐的圆孔 卵产下两个星期后 前端出现两个大而圆的黑点 在长瓶的顶上 有一条环绕着的薄薄的凸起线 壳将来就从这条线上裂开 因为卵是透明的 我们可以看到小家伙身上的结 在凸起的线的周围 壳的牢固性会逐渐减退 卵的一头慢慢分开 这是被里面的小家伙的头部顶开的 壳生了起来 落到了一边 像小香水瓶的盖子一样 蟋蟀从瓶子里跳出来 刚从壳里出来的还不能叫做蟋蟀 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一种包在墙包里的大棋槽 穿着紧身衣 脱掉墙包后 蟋蟀的全身几乎成灰白色 它开始与土搏斗 它用大鳄把土雕起来 清扫到一边或是踢到身后去 很快它就来到了地面 被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这时它的身体还很柔弱 而且还不如一直跳蚤大 一天一夜以后 小蟋蟀变成了黑色 模样与成年的蟋蟀基本一样 只是在胸部还保留着一圈灰白色 它不时地用肠而经常颤抖的触须 试探着周围的一切 还兴奋地到处蹦来蹦去 当天气开始寒冷的时候 蟋蟀就动手修建自己的住宅 它们找到一个有草或叶子遮掩的地方 用前足挖地 用大鳄咬掉比较大的石块 粗壮的后腿踩在地上 上面长着两排锯齿状的东西 蟋蟀一边清除灰尘 一边把它们弄到后面去 倾斜着铺开 刚开始蟋蟀很有力气 干得很快 过了一会儿 它就跑到门口休息一下 歇够了 蟋蟀又掉头回去 接着干活 住宅的主体建好了 洞口宽两寸多 应付紧急情况是没有问题了 至于细致的装修活 可以慢慢做 蟋蟀并不着急 有空闲的时候 今天做点 明天做点 洞的加大和加深 随着天气的变化 和身体的长大而进行 即使在寒冷的冬季 如果天气晴好 还可以看到小家伙 往洞外扔土 这种修整工作 会伴随着蟋蟀的一生 直到他死了 工作才真正的解决 精致的乐器 到四月末 蟋蟀就用他优美的歌声 来告诉我们他们的到来 刚开始可能是独唱 后来就变成激昂的大和唱了 其实蟋蟀的乐器很简单 只是一张弓 上面有一只钩子 和一层振动膜 它的右翼窍盖着左翼窍 差不多全盖住了 除了后面和转折包在体侧的一部分 两个一窍的构造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平铺在蟋蟀的背上 旁边突然斜下成直角 紧裹着身体 上面长着细脉 你把其中一个一窍揭开 会看到一窍是淡红色的 除了两个相连的地方 前面是一个大三角形 后面是一个小的椭圆 上面有模糊的皱纹 这两处地方 就是蟋蟀的发生器 在前头那一部分的尾部边缘上 有两个弯曲而平行的脉 在脉线的当中有一个空隙 空隙中有五六条黑的皱纹 看起来好像梯子的梯极 它们是够摩擦用的 可以增加弓的接触点的树木 增强振动感 在下面 围绕空隙的两条脉中的一条 成为肋状 且成钩的样子 这就是弓 这件乐器真的很精美 上面有150个尺 嵌在对面一窍的梯极里 14个发生器同时震动 下面的两个直接摩擦 发出声音 上面的两个是由于 摩擦器界的震动而发生 蟋蟀就是利用这四个发生器 把音乐传到千里之外 音调听起来还很急促呢 繁星满天的夏夜 躺在柔软的草地上 听着蟋蟀优美动听的歌声 这种感觉真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